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往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跟大家主要谈一件事情 也就是G7的这个现场开会的过程当中 这个互联网被切断 这个互联网被切断 是谈到了什么样的敏感的事情 让这个互联网被切断了 这个是老编今天要谈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我说过 澳大利亚的莫里森突然之间对中国开软档 就证明了拜登的这一次的 要联合欧洲国家 联合G7国家 联合北约KO中国 勤欧中国已经失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 这个傅英女士 也出来讲话了 她也说 她说中国应该直接面对美国的这种 多多必能的挑战 而不是躲闪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说话 正儿八经杠杠的 就是应该这样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 对撞的一点 也就是说 美国 总统拜登在现场说了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在现场说的很明确 就是要把G7变成一个反华的联盟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反华联盟 你不能空口说白话吧 它就是要让这些国家都出兵 组成这个多国部队 就是到南海 东海这个地方来晃 到台海这里来晃 也就是像过去的八国联军一样的 到台海 到中国周边这边来晃 来这个边来驻军 意思让这个日本提供这个军事基地 让这些军队都过来 也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但是他非常的恼火 就是说你们都他妈的是过来 来倒江湖的 你法国派的这个军舰过来 潜艇是浮上水面 告诉大陆我是无害通过的 我只是来完成美国的任务的 德国的军舰过来 也是明确表示 不会到底来挑衅 我们还要跟大陆 还有很多的生意要做 德国大众又在大陆 又追加投资了 一百多亿美元 还有很多很多的投资 都非常重要 那么加拿大的狗屁 他有啥玩意 赵河康以前不是也讲的 说加拿大的战绩来飞 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影子 那法国确实有过来搞军事演习 但是法国未来搞军事演习 说白了 也只是象征意义的 美国认为没有失忆 英国的航母到现在 还影子都没看到 美国就是很不满意 他认为就是说 什么思路呢各位 就是说昂萨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说 欧洲的思路就是说 我跟大陆合作 我也不是他的附庸 我跟他继续做生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 他跟我是地缘上 没有直接武装冲突的 他跟你美国有 地缘上直接武装冲突的 对吧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但跟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跟他们做的生意 那么我凭什么 来加入到你这种 遏制中国的战略当中来 台海失守了 是你美国亚历达 又不是我欧洲亚历达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欧洲国家的 很现实的 在现场讲的很现实的话 那么美国肯定不满了 美国他要以什么目的 他要 他要领导欧洲 他要以北约老大哥的这个名誉 去领导欧洲 包括你看 这个布鲁塞尔 这个斯托尔滕贝格 这个反华分子 就是北约秘书长 他也讲了 他说北约要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来应对中国 但马克龙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北约当初成立的目的是 应对苏联 苏联解体之后 那华约也解体 那我们北约在东扩 要面对俄罗斯 那我们现在 俄罗斯现在 对吧 在这个边境 俄乌边境 在这个波罗的海 在这个黑海 包括在这个波罗的海 经常派 大家知道 俄军经常派 他的战略远程轰炸机 从圣彼得堡起飞 有时候是从这个 摩尔曼斯克这边起飞 然后呢 从北边唠 把北欧 斯坦迪纳维尔半岛 再唠到印记地海峡 再唠到这个 叫做直布罗陀海峡 再唠到黑海 这边唠一圈 经常把欧洲 就是武装战巡一圈 那确实给他们压力很大 那俄罗斯的威胁 都没有应对住 就要开始 要去应对中国 到远到印太地区 去应对中国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话 说实话 谁他妈愿意这样干 哪是傻逼嘛 所以说 再加上一种老大哥的姿态 尤其是浪赛 作为这个欧洲军政大国的 法国非常不爽 马克龙就是不买你的账 而且 一直以来 前总统 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和这个 特朗普 都是说欧洲 你只是他妈的出功不出力 都是靠我 但是美国又不肯放权 他又要去干涉 他们的战略自主 所以说 美国 对特朗普 这些领导人 已经 拜祭他四年了 已经 领教过 这种美国的背心弃义了 你能 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右翼 这么猛 下一个 不是特朗普 那下一个叫王朗普 还是这个 干嘛的 这样的人 再上台 再这样搞呢 对吧 那跨太平洋 组织协定 框架松散 也不牢靠啊 经济上 还是谈不拢的 对吧 欧洲对美国 是他妈的 也是这个叫做 逆差 美国高关税 对欧洲 也这样搞啊 我问各位讲 没读新闻 有些媒体很坏 就好像他说 南海 这边 我们好像认为 他就针对我们 他是针对 所有这里的国家 包括台湾地区 也是的 包括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对这里的 声索 他都不承认的 那对这个 欧洲国家 也是啊 他的高关税 也搞得欧盟 很头痛啊 法国 阿尔斯通 以前被他活生生 给质解掉的 就像质解 现在的华为一样的 德国大众 西门子 全是被 又是被美国 往死里干趴的 找理由搞他 赔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说 越是盟友 跟他捋得着近 越是被美国干 你像日本 广场协议 等等 又被他干 所以说 这些国家 都是心存借地的 就觉得你 他妈又给我什么药吃了 那我顶着 跟中国 他妈 反华 第一线 你自己 私底下 跟他做的生意 也就在这场会议上面 澳大利亚的 这个总理 莫里森 看清了形势 这个傻屁中 人看清形势了 所以才会有下面这个新闻 澳洲希望 重启对话 总理莫里森 准备好 随时和中国坐下来谈 正在英国 康沃尔举行的 极其峰会上 与中国 已经长达数个月 紧张关系的 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表示 随时准备好 和中国坐下来谈 据彭博报道 莫里森在七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的 记者会上提到 澳洲正希望 重启与北京的对话 我们固然希望 对话能够重新开始 并继续前行 他强调 澳洲随时准备坐下来 并与我们之间的 伙伴关系 如何发挥作用 这开展讨论 极其峰会之前 莫里森曾表示 自己要 寻求他国领导人的支持 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并且在极其峰会上 与美国总统 拜登和英国首相 约翰逊讨论了 包括亚太地区局势 在内的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外 莫里森 6月10日表态称 澳洲政府已就中国 对澳大利亚葡萄酒 征收200%的关税仪式 向世界贸易组织 寻求帮助 报道称 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 留学旅游发出警示 并暂停进口澳洲牛肉 对大麦加征80%的关税 糖 红酒 木材 煤炭 龙虾 铜矿和铁矿石 进行不同层数的 这个关税惩罚 所以说各位 莫里森 这个这次他是看明白了 也是觉得 这个美国拜人不靠谱 说好的 开会前 他还是 激烯峰会前 他还是很牛逼 说 就是意思 我有这么多大哥 对吧 虽然我是低界昂撒 但是我跟他大哥后面有肉吃 要来割中国肉 要像他妈的 这个 这个犹太上的 西亚洛克一样 要割他妈安东尼 要一帮一帮肉 他在想这个坏事 但是现实他 令他感到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自己 澳大利亚 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被中国快打垮了 大家要知道 澳大利亚的 原本去澳大利亚 去留学的留学生 这个缺口 由日本填上了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日本疫情这么严重 还是有很多人 出国留学的 去日本留了 就是原来去澳大利亚的 这一批 现在改到去日本留学了 大家知道吧 那澳大利亚的 这个农产品市场 被美国给瓜分掉了 同样被他 无缘联盟当中的 新西兰来给瓜分掉了 所以说各位 你说澳大利亚 他火大不大 而且他现在又 另外一个软党 他说 这个新冠调查呢 不应该指向 哪个国家 要对方付什么责 无非是 为了这个健康着想 这个和他一开始 跳出来 说要把中国弄死的 这个态度 就是意思肺炎 这个德宝肺炎 就是中国出去的 他这个话是背道而驰 虽然说也是要求调查 但是这个话风明显不对 太软档了 所以各位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极其峰会 开到最后 拜登 想以扛巴斯的这个身份 去领导欧洲 领导世界 领导他们西方这些强国 要来对付中国 但是他们发现 对付中国很吃力 同样的出现了 昂萨派系 和这个欧洲派系 西方一道裂痕 这种裂痕 傅英女士也看到了 她也就呼吁中国 就是说 直面挑战 我个人也是 我们确实是直面挑战 那么我在这里 还强调一点 那么又有人呢 就是喜欢呢 就是又有一个up主 他就喜欢在我节目之后 说一些事情 然后又误导大家 说什么 施射东风26 给什么这个 G7看 这个完全是一派胡言 东风26是在 G7峰会召开前的 四天时间就施射了 跟这两天没啥关系 而且东风26 它是一款 叫做中远程弹道导弹 又可称中远程反舰导弹 它打不到伦敦去的 这款导弹 试射是给美日印澳 这个同盟看的 不是给G7看的 你明白吗 如果给G7看的话 是射他妈 洲际特弹道导弹 但是没有 而且 给G7 有必要去射射这种导弹 这他妈的不懂政治 就不要乱讲 那G7国家里面 还是有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欧盟 反对美国 对华策略的 我们这个时候去给他 去给他这样子 放一颗导弹 给他们看 那不是正好落入 美国跟昂萨的口实吗 你看 你看 他们放导弹 给我们看了吧 而且要放的是 洲际导弹 我说过 中国是要联合欧盟的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误导大家 也不要误人子弟 对你可以在我两个小时以后 复读一遍我的这个节目 为了流量 可以复读一遍 再加点这个 添油加醋一点 弄个标题党什么的 但是我想说 不要误人子弟 不要把 大家这个思路给带偏了 东风26是给印度 给日本 给澳洲看的 尤其是给驻日美军看的 是这个目的 不是 是对付美日印澳的 不是对付G7的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G7内部自己都打了 不可开交了 还用得着我们出手 澳大利亚现在也看到了 大陆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这个 去南海的这些运2016架 加上1.76空降 包括在南海 加大军事力量存在 增强反潜能力 东风26也要部署到这边来了 再加上这一次G7峰会 所以澳大利亚的态度 就是真实的反应 因为它是个愣子 澳大利亚 他跟中国牛逼的代价 全都被他自己的盟友吃光了 这些钱都给他们挣去了 莫里生这是急着跳脚 所以他的话越来越软 越来越想象中 跟中国谈 因为他看到 妈逼得以美国 拜登这些不靠谱 你在这里喊打喊杀的 让我们跟他们不要做生意 你自己跟他生意 做得最大最猛最厉害 对吧 所以说各位 他们自己内部都是各怀鬼胎的 所以说这样的联盟 真的 所以有句话讲 叫七个小矮人 没错 你想想看 会场的 桌子椅子 都是他妈大陆生产的 连他妈的跟他们体液 像这个鼻腔 这个口水接触的这些核酸 现场那边的核酸 全是Made in China 中国没参加 但是中国是 是他们讨论的 你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了 一百年前是讨论 怎么样来瓜分我们 怎么样来敲我们竹杠 现在的讨论 怎么样来应对我们 中国人了不起 谢谢各位支持